未来我们要跟国人更多的包容 更多的学习 更多的成长 我希望行政立法两院在未来能够有全新的关系 平稳的攜手合作 通过重要的法案 通过重要的总预算 让明年的国家运作 政府运作 是在行政立法两院共同努力之下 让人民看到民主政治的发展跟结果 谢谢各位媒体的关心 谢谢大家 谢谢院长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